這個Greview跟剛剛那個PhotoPlayer其實很像 但是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我要怎麼樣把圖放到這個item裡面 也就是說我要把一張一張的圖放到這個item 總共我有六張圖 我要分別把它放到裡面來 這個流程基本上也是Android的一個特色 它會利用也是一個Adapter方式把它放進Adapter連接器 那這個Adapter前面的那個ListView跟Spin用到是Array的Adapter 那這個地方會用到一個BaseAdapter 也是一個連接器的概念 你要必須先放在連接器裡面才能夠把圖放進來 那這個流程的話稍微比較有點瑣碎一點 所以首先的話我想各位先把這個畫面也是一樣 先建立一個專案專案的名稱叫做Preview Preview的一個專案名稱 然後Preview裡面的話一樣跟上一個範例一樣 把那個Drobo先建一個資料夾裡面放六張圖 就是在RES裡面建一個資料夾是一個Drobo 然後把下載的六張圖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的話在裡面做一個布局 在Main的地方這個Main的地方做個布局 那這個布局裡面的話就很簡單 上面呢放一個什麼Review 下面放個什麼 在Main的地方 好,好,好,好